就开始了多船的命运 先是不幸感染新冠病毒 随后奥运会上因为压力过大 戛然止步让人惋惜 然而时隔大半年 在亚锦赛上再次暴露输球 就让人对陶田的信心打了折扣 这一次日本队出征汤姆斯杯 陶田贤斗当人不让的仍旧是带头大哥 结合日本男队目前的阵容 陶田贤斗只有在比赛上稳拿一分 才有希望帮助队伍 重现14年的辉煌 反观日本女线阵容 除了东野有杀之外 可谓是集齐了所有的当家球星 日本教练坦言 要与中国会师决赛的目标 作为领军人物的山口倩 身上可谓是压力未增 从近期的比赛情况来看 山口倩在女单战线上 仍然具备强大的统治力 反倒是奥运希望 成了日本女队夺杯的关键人物 按照日本队的阵容来看 奥运希望极有可能承担 终结比赛的重任 而亚锦赛对阵缅甸选手时 因伤退赛 之后被爆右小腿受伤 给日本女队的晋级之路 蒙上了一层阴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项目的火力